很多的畜牌呢 嫌咱们家的花不够多 然后呢 老花姨呢 不断的去从网上给大家调一些品 这个是19块9 三盆 繁星花 还三个颜色 先开箱 这个应该是我们附近的 送了一包所谓的大肥王 没什么作用 有的花肉用了这种肥料 用了还不如不用呢 我看一下 先开箱 看一下 苗情还是比较新鲜的 写的是山东青州发货 应该离我不远 一盆 我的天 19块9 三盆还行啊 有的花肉最关心的是收到了类似于这种花 它会不会需要缓苗这那那的 你像收到的像这种很健康的 就类似于咱们家里边有阳台的臭包 你可以放到南阳台 但是 像现在这个季节 你别让它暴晒就好了 就这种呢 你摸一下盆土干不干 如果干了的话 你浇一遍透水 很多花肉收到以后花基本都脱水的状态 你这样 像我一样 直接给它丢到这个水桶里面 咱们正常该干别的干别的 让它喝个饱水 先喝个饱水 很多花肉就是收到以后呢 有点发泥 随便浇了个水放那了 没缓过来 它可能是因为缺水 你们看情况啊 如果说很湿 都已经捂的都发黄了 你就别浇水了大哥 放到通风好的地方 那个时候就要让它醒一醒 缓一缓苗了 如果说你像我手里面拿的这个很健康很正常 那你就直接入盆就行了 入盆的时候直接简单啊 你不论收到什么花 不论是什么花 你像我这样 收到以后拿开检查一下根系 先看是不是蒙你的 有的那麽连根都没有 你能养活吗 有话有时候又会上那种鬼子上 不过现在少了 像这种根系都已经长满了 你就换盆 换盆的时候别换太大的 就换个比它大一号的 你看的很协调 比方说咱们换的话换到一个一家轮大小的 你看 这样又好看又协调 用不了多少土 下面先加一层底土 像这种很健康的苗子 你就正常像我这样操作这样换就OK了 如果不健康怎么办 如果不健康的话联系客服 让它该给你补的去给你补 用的是老花衣的通路配方土 下面垫一层土 如果是有条件的触法呢 你可以加肥料 像这种可以加底肥 底肥的方式有很多种 一个呢是撒到盆表 一个是垫到土底 还有一个就半土 这个完全看个人 一百天一回的这种缓撕肥比较哇塞 我们大棚里面用的是比较多的 有话说你怎么不用复合肥这那的 不是我们不用复合肥用上几天 一浇水它就没有了 这个在土里面它缓慢释放养分 一百天用一次就够了 你看我选择的是这种 直接给它半土了 它这个肥料 你就都到里面才不烧花 其实说白了就用粘土 你们不建议你们用啊 不建议你们用 而且一股子那个臭味 搞不好还没给你经过一个好东西呢 所以说那个尽量别用了 我觉得浪费我就用了 就是告诉你们那个东西没劲 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它里面又没有明确的这种 氮磷甲比例含量啥都没有 一包半土七到九公斤 糊弄人的 没用了 垫到盆底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维持到它现在的平面根 之前的相同就OK了 也可以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其余的两瓶也是这个种法 之后呢浇一边透水 如果是浇不透的话 还是老规矩啊给它泡 丢到水桶里面让它泡 泡透 泡透之后正常拿出来正常晒太阳 因为它很新鲜 很好养活对吧 价格也不贵啊 十九块九三倍的价格 我觉得还OK 描情还很棒 而且包对板这是关键的 很不错的一个同行支持一把 如果说你们也喜欢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到下方小房出来露一露 也是间接的帮助一下同行 因为今年呢很卷 有的话说老花衣 你现在怎么也怎么怎么地呢 今年很卷 我觉得抱团才能取暖 只有人捅人才是人上人 希望这个同行越做优秀 哎你默默的 就不着急点个赞 你们想看什么样的养花视频 或者是你想买不敢买的 你都可以告诉老花衣 老花衣去给你撤 不好的咱们就不推荐 但是整机养了咱就曝光它 就不着急点赞啊 我老花衣养花最容易 白了撤破 嗨 嗨 嗨